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海外债权人考虑申请清盘 恒大的时间不多了 随着华尔街9月份的下滑加深 傲交所预计将下跌 事实核查 人工智能用于制作假的泽连斯基视频 唐宁街撞车男子获得缓刑判决 范美乐跟上TikTok的潮流 推出罗马帝国风格的菜单 等等 请大家收看 海外债权人考虑申请清盘 恒大的时间不多了 德国之声中文网 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 一些恒大集团的海外债权人表示 如果这家深陷资金困境的中国房地产巨头 不能在10月30日之前提出新的债务重组计划 他们就计划加入针对恒大的清盘申请 关于恒大的负面消息 最近接连不断 先是8月份 恒大地产被立案调查 恒大金融集团旗下的恒大财富 恒大人受高管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或者被带走调查 甚至有爆料称恒大董事长许家印也已经被带走 此前 许家印与妻子丁玉梅离婚仪式被曝光 也被外界解读为分割财产的举动 今年3月公布的恒大债务重组计划 如今也阻力重重 上周日 恒大方面宣布 由于其主要业务领域 恒大地产正在被调查 目前的状况 无法满足新票据的发行资格 加上房地产销售情况不如预期 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建议重组的条款 原定于9月25日和26日举行的有关建议重组的协会安排会议 也不会举行 恒大9月22日提交给证券监管机构的公告中称 由于房地产销售不如预期 该公司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35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的方案 2021年 恒大陷入资不抵债 导致了一系列开发商违约 引发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崩解 如果恒大不能与债权人达成新协定 向其提供约150亿美元贷款的债券持有人 可能会要求对该公司进行清算 8月中 恒大已在美国纽约申请破产保护 华尔街日报分析称 恒大债务重组搁浅表明 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危机仍有可能恶化 恒大还表示 已开始与包括中资银行和国际债券持有人 在内的债权人就重新谈判 该计划进行初步磋商 但如果不能达成新协定 债券持有人可能会提请对该公司进行清盘 这将会给本就不振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带来更大压力 恒大一直在寻求债权人 批准其总额为317亿美元的海外债务重组方案 根据该计划 恒大集团向境外债权人提出了多种选择 包括将其持有的部分债务转换为期限 为10至12年的新债券 两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 恒大集团的一些债券持有人 对该公司上周末宣布无法发行新票据 感到十分意外 据称 如果恒大不能在10月30日之前提交新的债务重组计划 这些债权人将会提交清盘申请 由于此事敏感性 相关消息人士拒绝透露姓名 目前尚不清楚 正在考虑此举的债权人数量 以及他们持有的恒大债券有多少 曾经是中国经济增长重要驱动力的房地产行业 近来变成了令北京头疼的领域 尤其是在中国政府试图拉动经济复苏之时 包括恒大 碧桂园在内的大型房企 纷纷陷入债务危机 引发投资者对于系统性溢出效应 蔓延到中国银行体系的担忧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追踪房地产行业状况的科尔瑞 China Real Estate Information公司提供的非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 8月份销售总额为471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34% 创下了近年来月度销售额的最低水准 随着华尔街9月份的下滑加深 澳交所预计将下跌 悉尼先驱晨报 华尔街正在经历9月的低迷 股票下跌至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5% 道琼斯指数下跌1.2% 那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6% 债券市场的收益率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 导致股票和其他投资价值下降 此外 对美国政府停摆 油价上涨和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担忧 都对股市产生影响 尽管一个共和党候选人称其为数字分泰尼 但他仍加入了这个应用程序 英国独立报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Vivak Ramoswani 已经加入了视频分享平台TikTok 尽管他批评该应用程序危险 并应该被禁止 Ramoswani是2024年选举的第一位 加入该平台的候选人 该平台在美国拥有超过1.5亿用户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呼吁采取新措施惩罚北京 包括禁止TikTok 但他们也希望吸引年轻观众在该平台上观看视频 大约29%的美国成年人拥有TikTok账户 其中20%的人偶尔使用 年轻成年人的使用率更高 Ramoswani的竞选团队为加入TikTok和对该应用程序的批评辩护 该平台上的其他保守派影响者认为 共和党需要与TikTok互动 TikTok面临着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可能被迫向北京交出用户数据的担忧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试图禁止TikTok 但他的行政命令被乔拜登总统撤销 事实核查 人工智能用于制作假的泽连斯基视频 德国之声 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针对乌克兰总统弗拉基尼尔泽连斯基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宣传在网络上流传 一个例子是一个被篡改的视频 看起来是泽连斯基穿的紧身金色服装跳舞 实际上 这个视频显示的是一个阿根廷肚皮舞者 泽连斯基的脸被合成到舞者的身体上 还有其他视频 比如一个显示泽连斯基穿着高跟鞋和紧身裤跳舞的视频 也被分享以贬低他的形象 使用人工智能来创代视频 引发了对于检测虚假内容越来越困难的担忧 唐宁街撞车男子获得缓刑判决 BBC 赛斯 克内勒是一名冲撞唐宁街大门的男子 因危险驾驶和拥有儿童淫秽图像而被判处缓刑监禁 在事发前 克内勒在TikTok视频中责怪政治家是社会问题的原因 后来承认自己患有注意力不足多动症和自闭症 并表示他受够了 警方在他的手机上发现了三张A类图像和五张C类图像 描绘了年龄在8到12岁之间的受害者 以及他访问了一个包含儿童淫秽图像的网站的证据 由于他的精神健康问题 认罪态度 缺乏前科和康复前景 克内勒被判处15个月和4个月的监禁 均缓刑两年 他还被禁止驾驶18个月 并获得了为期7年的性侵害预防令 范美勒跟上TikTok的潮流 推出罗马帝国风格的菜单 CNN 范美面包店正在利用围绕罗马帝国的病毒式TikTok趋势 推出罗马帝国菜单 该菜单包括范美标志性食品 据称粉丝们无法停止思考 如奶酪通心粉 肉桂脆面包 和凯撒沙拉 这一举动是连锁餐厅利用TikTok趋势 推动销售和宣传的更大趋势的一部分 其他例子包括 Popice的女孩晚餐菜单 知识蛋糕工厂的路易斯安纳基凯撒沙拉 麦当劳的菜单黑客 以及Dunkin与TikTok明星Charlie Demilio的合作 欧盟表示 埃隆 马斯克的X是最大的虚假信息来源 德国之声 Twitter现在被称为X 已被欧洲委员会副主席 维拉·约罗娃确定为最大的假新闻来源 X没有签署欧盟打击社交媒体平台 和广告公司假新闻的行为准则 并且有最大比例的错误 虚假信息帖子 约罗娃强调 X必须遵守硬性法律并承担责任 有关虚假信息的行为准则 为谷歌 TikTok 微软和Meta等公司制定了监管标准 以应对欧盟的假新闻问题 约罗娃还强调了在线干预的风险 特别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背景下 他敦促公司在选举临近时解决这一风险 并强调俄罗斯国家通过虚假信息 拥有一种强大的群众操纵武器 TikTok视频完美展示了父母的双重标准 英国独立报 一段TikTok视频凸显了母亲和父亲 所面临的双重标准 Lucy Fink重现了常见的情景 并展示了母亲和父亲在执行相同行为时 被认为是不同的 例如一个母亲推着婴儿车 并同时刷手机被认为是不专注的 而一个父亲做同样的事情 被认为是参与的 Fink还指出 母亲经常被视为有月儿时刻 而父亲被视为在照看孩子 这段视频已经获得了超过400万次的观看 并引起了许多观众的共鸣 马来西亚创建国家汽车巨头 目标转向电动汽车 日经亚洲 马来西亚的汽车行业 正在进行一项由政府主导的大型合并 将两个控制市场超过一半份额的企业集团合并起来 以赶上全球转向电动汽车的潮流 根据今年8月宣布的交易 马来西亚知名集团森纳美 将以35.7亿令吉 7.61亿美元的价格 购买国有投资公司 Promoteland Now Sale Now 在UNW Holdings的61.2%股权 该集团计划还将对剩余股份提出邀约 并将UNW从马来西亚交易所摘牌 Promoteland还拥有森纳美50.3%的股权 欧盟委员会委员痛斥X在虚假信息记录方面的表现 CNN 欧盟官员呼吁社交媒体平台加大力度打击网络虚假信息和误导信息 特别是与乌克兰战争有关的信息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拉 约罗瓦批评X前称 Twitter在向欧盟提交报告的平台中 虚假误导信息帖子比例最高 社交媒体平台需要遵守关于虚假信息的自愿行为准则 违反数字服务法可能会面临巨额罚款 谷歌 Meta 微软和TikTok等公司的报告显示 他们采取了行动来打击虚假信息 但约罗瓦呼吁加大努力并取得更好的成果 阿里巴巴的物流业务将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这是这家新面貌科技巨头的首次IPO CNN 阿里巴巴将在香港交易所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 将其物流子公司菜鸟拆分出来 这家电商巨头将继续持有菜鸟的大部分股份 但将其所持股份从70%减少到50% 菜鸟运营着一个全球物流网络 并为阿里巴巴和其他公司提供配送服务 这一IPO公告是在阿里巴巴宣布重组计划6个月后发布的 呆计划允许其业务部门寻求自己的IPO 菜鸟的上市可能会提振香港的IPO市场 呆市场由于估值不佳和与咖位相关的限制而陷入困境 泰勒·斯维夫特参加了奇才队的比赛后 特拉维斯·凯尔斯的球衣销量上升 英国独立报 特拉维斯·凯尔斯的球衣销量在泰勒 斯维夫特在堪萨斯城球长队比赛中客串后增长了400% 斯维夫特在比赛期间被发现在凯尔斯家族包厢中 引起了两人可能在约会的猜测 球衣销量的增加发生在比赛之后 凯尔斯的球衣成为了五大畅销NFL球员球衣之一 球迷们对斯维夫特在比赛中的出现感到惊讶 当他和凯尔斯一起离开体育场时 他们更加惊讶 两人被拍到一起离开的视频 球迷们迅速注意到凯尔斯的服装是对斯维夫特即将发布的专辑1989泰勒版的致敬 一些球迷甚至猜测斯维夫特可能是被秘密地藏在了一个爆米花机中离开了体育场 阿里巴巴将与香港IPO分拆菜鸟物流部门 日经亚洲 阿里巴巴计划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其菜鸟物流业务 希望通过首次公开募股筹集至少10亿美元 阿里巴巴目前持有菜鸟69.5%的股份 并计划在分拆后保持多数股权并继续作为母公司 菜鸟成立于2013年 支持阿里巴巴的全球在线购物业务 并为其他客户提供物流服务 它正在利用其服务培养阿里巴巴以外的客户 中国对习近平是否出席亚太金河组织峰会仍未作出承诺 南华早报 中国和美国仍在寻求外交妥协 以允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金河组织APED峰会 习近平与美国总统乔拜登之间的潜在会晤 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沙利文本月早些时候会谈的重要议题 然而 中国要求美国做出一些承诺 包括避免对台湾采取挑衅行动和击落一架疑似监视气球 两国正在努力解决分歧 撞车进Dunning Street的恋童皮者被免于监禁 英国独立报 一名IT工作者将他的车撞向唐宁街大门 但他避免了监禁 塞斯 克内勒在5月的事件后被逮捕 并被发现在手机上有儿童不雅图片 这位43岁的男子在事故发生前 在TikTok上发布了一个视频 声称有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克内勒承认危险驾驶和两项制作儿童不雅图片的指控 他被判处15个月的监禁 缓刑两年并且必须完成康复计划 他还被禁止驾驶18个月 欧盟官员表示 马斯克的X是最大的虚假信息提供者 美联社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拉 约罗瓦批评埃龙 马斯克的社交媒体平台X 前身为Twitter是最大的虚假新闻来源 约罗瓦表示 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之前 谷歌、TikTok、微软和Meta 也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打击来自俄罗斯的虚假信息 约罗瓦警告马斯克 他不得豁免遵守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案 该法案对主要在线平台实施严格监管 该法规对X等平台进行最高级别的审查 并要求他们遵守旨在减少虚假信息的措施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来到六度世界的六博士观察室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新闻 涉及到了经济、科技、娱乐等多个领域 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吧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恒大集团面临的债务危机 据报道 恒大的海外债权人表示 如果该公司不能在10月30日之前提出新的债务重组计划 他们将考虑申请清盘 恒大集团最近一直陷入了资金困境 引发了市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担忧 这一消息显示出恒大面临的压力正在增加 但也提醒我们不要过度恐慌 因为这只是市场中的一部分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华尔街的低迷 9月份 华尔街股市下跌至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债券市场收益率上升 引发了对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 这一现象说明了市场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投资者需要保持警惕和谨慎 此外我们还有关于虚假信息的报道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得制作假视频变得越来越困难以辨别 这引发了对于检测虚假内容的担忧 这再次提醒我们在面对媒体信息时要保持警惕 不要轻易相信一切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一些有趣的娱乐新闻 比如饭美面包店推出了罗马帝国风格的菜单 特拉维斯 凯尔斯的球衣销量在泰勒 斯维夫特参加比赛后大幅上涨 这些新闻让我们感受到了娱乐界的创新和市场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样 涵盖了经济 科技 娱乐等多个领域 作为观众 我们应该保持对这些新闻的关注 思考其中所反映的问题和趋势 希望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带来了新的思考和启发 最后 我承邀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 如果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都可以提出来哦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这些新闻背后的故事和意义吧